天在极为罪独 不知阿弥陪阿 良心上有罪独 看这首 我们享受这首诗歌 真是很考虑 那首诗歌 一部四节 前面三节 就是说到基督徒 三个阶段 一个阶段 像阿弥陀佛的阶段 还有一个阶段 就是在跨越的阶段 第三个阶段 就是进到加拿 荣美之地的阶段 那到第四节 第四节呢 就是说到 荣美之地 那个荣美之地 是整个荣美 怎么在环境上 各方面 怎样的情形 但是那个阶段 但是那个阶段里面 整个那个客观的情形来说 都是中的福歌所讲的 福歌每一节 那个福歌 就是受到荣美之地 的荣美之地 那么第四节 那个荣美之地 是受到 在那里面的生活里头 所享受的 那个喜乐 那个荣耀 那个福福 所以这个一共三个阶段 是吧 应该是非常的清楚 那么我们这个诗歌 受到画讲了 画讲 前两次没有仔细的讲 我稍微再多说一点 这个跟这个画道 原则上都差不多 就是把里面的感觉 唱出来 成为一个 成为一个感觉 然后 对神来荣美 对神来歌颂 这个就变成倒了 那这个画讲 就是对人来讲 对人来示范 这些感觉 这个就是圣言 是不是 所以很简单 对象不同 对象不同 所以这个发表 也有一些讲究 但是无论是画道 是画讲 它都有两个 两个情形 可以常念 一个画道就是 你把整一节 或者是全神诗歌 或者是其中的一段 你画成祷告 画成赞美 画成祈求 这个都可以 但是 第二段呢 就是说 当我们惊喜的时候 有的时候 不是需要那么害怕 就是有的时候 我怎么 画道 这个 这个 一个点 别的 弟兄姊妹 哇 就跟上去另外一个点 还有一个 弟兄姊妹 哇 再重复一下 第一个 弟兄姊妹 那个点 都可以啊 然后再有一个 就是 啊 对啊 障碍中 再对我们是这样 哎呀 那都是像 这么一个 非常自由 十段 堆积的 那个感觉 把那个感觉 像 就把它 示范出来 或者 弟兄姊妹 都常念 都会 嗯 嗯 一种是你个人 在神面前 把一节 或者把一段 画成祷告 还有一种 集体的时候 很难 那么害怕 一个人 就一节 大家都 顶多讲阿们 去跟他 听他讲的道 然后再一节 那么规规解决于规定 可以 可以 接上去 几个人 哇 比如 整个 努力俊话 都可以 你觉得有感觉 就可以 在那里 跟上去 就会加到 这个 这个是不是 都讨历过了 嗯 那么 讲述诗诗歌 也是这样 第一 就是 我们就这一节 或者这一段 神的话 从神的话 有真理的根据 嘛 变成这个 那么我们就 就 听着唱他 这一节诗歌 我们有感觉 有亮光 我们有享受 我们就 在这里 把这一节 把这一段 就 画成功 声言 对大家 分享 因为有许多 题有准备 可以这么唱 但是不太懂的 里头 有很多的分布 有很多意义 上的 那个了解 那我们就这么 怎么一说 大家就更宝贝 更珍赏 这一节 这个 诗歌里面的宝贝 那么当然 有的时候 也需要 把这个 有的时候 为什么他 这个 这个讲 比方说 钱在哀敌 为罪入口 那这样的一句话 你不能不把这个 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栏来说 稍微说一下 你就可以看见圣经里面 有个出埃及记 就专门讲这个 怎样 带出埃及 那圣经这些记者 一面是以色列人的历史 一面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 无论是哪一种人 哪一国的人 我们原则上 都是在这个世界上被罚老 也就是被今天世界的王 撒大魔鬼 来做奴仆 来做奴仪 奴仪 奴仆的意思就是 第一 你没有自由 你不干了 你非得干不干 他说强势你 你根本没有自由 第二 他说 他必定不会叫你吃好了 穿好了 享受好了 一定是叫你做苦苦 这个努苦 是做苦苦 这个世界都是这样的 那你 你原则就引一点圣经 就叫 知道这个话语 那个出处 不是做四个人随便讲的 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 有的时候也是这样 那你这么一把它打开 这话语敞开了 真理敞开 别人对这个感受上 很清楚 都是很深入 都是很能够紧听到我们的经历 所以好的圣言讲了以后 一面人听清楚了 第二 人听明白了 第三 人受感动了 这个话 印在他里面 一面唱 一面就享受到 这些的寝室亮光 所以得到梦令 所以这个讲说 有的时候 这是需要 特别我们像小孩也可以 比如这个来唱练 唱着一首诗歌 甚至一节诗歌 又唱又讲又到 搞了这个 会搞了大概好喜乐 好师范 好丰富 好喜乐 是不是这样 都可以来做 很活的 那这个就是讲说诗歌 那 第二 我们也像 那个祷告 画长一样 在这里 互相来对手 他不是你一个人在那里 就是你告诉大家 那另外有人 他就回过来 他也告诉我们 大家 彼此 对手 那这样 这个 就是更丰富了 更活了 那因为这个世界 还是对手 所以 也不是半条 十一通道 到不了 这个 摇头牌尾 这么做 来讲 讲一讲别人 都知道 有耳朵 所以你要早一点 就像画档一样 一个点 两个点 你都要两个点 不要太多 这样别人再看上去 这样就非常的火 那这两种 无论是画档会 还是画画说 画讲 都是 这样分两个部分 超越 一个是找一个人 各个集中讲一篇 祷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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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种 就是大概都挑起来了 这两种 都各有它的 很容易而难的地方 这个画档 画档 你要 你要 要导成一篇 这个 一节 或者是其中的一段 都不是很简单 因为你觉得 它不能等你慢慢来 这文章一样想 就是想 那个 涌流喝水一样 流出来 在感觉里头流出来 又有 很适合的 很适应的 这种的话 有的时候 用这些诗歌里面 有的是 用你自己灵感的话 人家听起来 非常地育儿 非常地美妙 这个实在功率上 很不容易 所以这个是 大家很容易懂 但是真正地 能够达到一种 很美好的地步 这个是 还不简单 很不简单 所以 这个属灵的东西啊 有一次我们 我们 在台北人同工 有一次为了审理建造 这个奉献 李迪欧带我们 我们奉献 李迪欧自己就 带着 我们奉献 李迪欧他们 一起为我们二神 接纳点奉献 来祷告 那么 大家都 好像就 排了一海 跪在那里 这样子 他就跪 生着手祷告 每一个人祷告 几十个同工啊 每一个人祷告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那真是像诗一样 简直是 美的要命 那个时候 我在书场上班 我就 请人呢 安排 把他录音录下来 后来录下来一些 也把他做出来 发给 发给那些 李迪欧之类 可惜 我没有留底 那我自己呢 李迪欧给我自己呢 要祷告 我把它抄下来 等于这个 这个指头的两面 两面 或者我跟我的 我的内人 两个人 祷告 嗨呀 我有机会 带来念给你们听 哇 像一首诗歌一样 哇 真是美妙 真是教人的钦佩 那就是 太多厉 对呀 这是 你还拿第几段了 不知道 这个事 那是非常的难啊 所以 开头呢 很容易 反正你倒 那还 也继续 这个这样 你越要 那个 变得 祷告 一样 你就 你发表 又是有 诗的 那个情形 但是没讲得到的 那么 这个 画假呢 是 这个 倒过来 你 你按道理来讲 他把一节把它讲一讲 一段把它讲一讲 那个不是很难啊 因为你都有根据 找一找 愚昧一下 愚昧一下 你把它加 不是很难啊 但是 它得加起来 都在一个感觉里 又能用这些话 又很灵活的这种 加起来 又是一段的 启示亮话 这个东西是 比较难的 他这个 这个难以 有一点讲究 不过 他都有一种 就是个人的 说一段 打到一段 一种是 合在一起 集体的 集紧的 这样 这个 这个 都我们需要 来 操练 所以 等到 比方说一个牌 一个七零 操练 够练打了 人家 有的人来 进到这里 参加我们这样的 就听见我们 这 用 应用这个诗歌 他们眼睛 亮起来了 那 会惊艳的 你们 这大人怎么回事 这么个 表达 其实 也 也 不是太难了 所以 教会 教会的机会 用这些 诗歌的应用 就是很好的一个 评计 好 那 我们现在 就 分组 操练一下 好不好 每一个人 就 这一手啊 无论是哪一节 也 跟着我们自己 分一分 来操练 操练大家 稍微 拼一拼 民事啊 拼一拼 好的说好 不好的也 不要说不好 那就 再给大家鼓励 鼓励 鼓励 到九点四十 上 对 那就是 你啊 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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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很重重的 拆尽多远 拥备 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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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